隐石,被称为天外来时,稀有珍贵,自然有人暗号收藏。 近几年,国内渐渐兴起了一股隐石收藏热潮,隐石Metealright也称明星,是地球与外脱离原有运行给到的宇宙流星或沉碎块, 飞块散落到地球或其他行星表面的未然定的实质、贴质或是石铁混合的物质。 因为隐石是外太空的来物,隐石确定真假是需要仪器鉴定的,肉眼只有幅度的作用。 大多数饮食来自于火星和木星间的小型星蛋,小部分来自月球和火星。 饮食大体可分为石质饮食、铁质饮食、石铁混合饮食。 饮食的平均密度在3、3.5之间,主要成分是硅酸盐,云铁密度为7.5、8.0。 主要有点、灭组成、云铁石成分介于两者之间,密度在5.5、6.0间。 铁星的形状各异,最大的饮食是重1770千克的吉林一号饮食。 最大的饮铁是曼米比亚的多巴饮铁,纵约60吨。 中国饮铁石之冠是新江青河县发现的银骆驼,约重28吨。 并全世界已收集到4万多块饮食样品,有各种样式的。 它们大致可分为三大类,石饮食、铁饮食和石铁饮食。 占定家V176、3714、905、11、铁饮食银铁占饮食总量的6%,有91%的金属铁和8%的面组成。 含有CO、PSR、F、CO、V,密度约8-8.5克每立方厘米,铁饮食细分为方银铁。 发面时,即涅角力般杂盐,不涅角力般杂盐这种类型,它们在成分上是过度的,可以由同一种铁面容体缓慢冷却而逐渐形成。 铁饮食结构上也有不同,如方银铁在光面上具有瓶形条纹牛腩条纹,大面时的光面上是交错条纹维持条纹,大小的圆坑叫做气硬,形状各异的沟桃,叫做绒根。 铁饮食的切粒与纯铁一样光亮,表面精酸时候处理后,铁纯铁在瘦高温后,这冷却形成特殊的铁金形态。 2、石铁饮食银铁食在饮食中约占2%。 2、胃铁、铁金属和硅酸原矿物的混合物。 CANGO、CA、AL、CO、NA、MA。 铁、铁金属成海绵状分布于硅酸原矿物经历间。 是铁饮食和食饮食之间的过渡类型,密度约5.6到6克每粒三厘米。 3、食饮食饮食从直接堆落到地面,随即收集到的饮食标本来统计。 食饮食数量可达90%以上。 食饮食的化学成分主要是铁、铭酸原,矿物成分为达染石、灰石。 灭铁含量较少,含有大量COR、ANGO、少量CR、T、F、E、N、I、M、C、O、T。 净于选五人的化学、矿物成分,密度为3到3.5克每粒三厘米。 球粒是陨石在坠落过程中,在融融状态下快速冷明形成的球形结晶产物。 这种结构在地球上从未发现过。 玻璃质球粒的成分就反映了太阳系、形成粗漆原始行星的成分。 陨石的一种玻璃饮食玻璃饮食是实饮食一种。 细实英质的饮食,在进入大气层后融融、水滴后又快速冷明产物。 颜色有飞、墨绿、综合、小层聚拉长状气泡及大小不等的圆形气泡。 有的似如月球表面的环形山状图案,密度为2.38克每粒方厘米。 纽扣状玻璃饮食是玻璃饮食的典型型貌。 以产于澳大利亚南部者称,纽扣状中央突起,圆形边一圈突起圆。 一般在两厘米,扭扣状的形成认为,初始阶段是一圆形球体。 大气中高速运动,与大气分子撞击,摩擦,融融,蒸发,融融流体向背面积电形成点圆扭扣状。 玻璃饮食的表面结构有各种形态它分如勾扇、凹坑、滑点、流动条纹、条带、素性半折断状。 球力结构也十分普遍,外表成卵形堆积,内部结构单一,由非精致玻璃体组成。 化学成分COR50-98,一般为70-80,鉴定饮食真伪的简单特施方法。 一,外表容效,饮食在陨落地面,以前要穿越稠密的大气层。 饮食在降落过程中与大气发生磨擦产生高温,使其表面发生融融而形成一层薄薄的容效。 因此,新降落的饮食表面,它有一层黑色的容效,厚度约为一毫米。 二,表面气阴,另外,由于饮食与大气流之间的相互作用,饮食表面才会留下许多气阴,就像手指按下的手印。 三,内部金属,铁饮食和石铁饮食内部,是有金属铁组成。 这些铁的面含量很高,5%-10%,球粒饮食内部也有金属颗粒,在新鲜锻炼面上能看到细小的金属颗粒。 四,磁性,但因为大多数饮食含有铁,所以95%的饮食都能被磁铁吸住。 五,球粒,大部分饮食是球粒饮食占总数的90%,这些饮食中有大量毫米大小的硅酸岩球体,称作球粒,在球粒饮食的新鲜锻炼面上能看到圆形的球粒。 六,比重,铁饮食的比重为8gcm3,远远大于地球上一般饮食的比重。 球粒饮食由于含有少量金属,其比重也较重,鉴定加分17637149051饮食的价值,不仅在于它是不是饮食,地球上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饮食落地,大多数都在沙漠和海洋等人际稀少的地方,饮食的价值关键要看它的成分和构造才能确定,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。 如果它含有稀有货位中发现的元素或者其分子构造特殊,则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,否则,它就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 同时,如果是银铁银类的物质,因为其具有很大的辐射性,最好别收藏。 三四年间,不仅饮食的价格飙升,国内饮食收藏市场也日渐成型。 四五年前,银食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还不为人所熟知。